大家好 今天呢是8月4号星期四啊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今天的这个中国的军演啊 就围绕着这个台湾岛的一个军演 我看报道说了 说咱们发射了11枚这个东风的这个导弹 是吧 东风系列的一个导弹 我查了一下啊 我不是一个这个军事专家 或者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军事迷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值多钱啊 我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啊 说这个 你看啊 网上是这么说的 他说一枚东风四十一洲际弹道导弹 就值这个核人民币 说是在这个三个亿 核人民币三个亿 哎呦 我的妈 今儿放了十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风四十一啊 咱们就不管是在东风几吧 是吧 他反正东风系列的肯定都不便宜 那肯定都是这个上千万上亿的啊 我一开始我这说小了 我说一枚导弹可能几百万是吧 充其量的一千万我还这么想的啊 几百万一千万这么放 没想到这都上亿的这么放啊 这个太吓人了啊 那其实这一枚导弹呢 基本上这河南村镇银行的这个这个这个取不出来钱 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解决很多户啊 很多储户 你想一想啊 这个河南村镇银行大多数都是十万五万的这个啊 中小储户 胡亦进说的啊 你说这一枚导弹啊 咱们就这么说啊 咱们就说只三亿人民币的话 你这能解决多少 哎嘛 数不过来的啊 十一枚 你这能解决多少 热美楼啊 这个能解决多少 不可想象啊 你像咱们国家这个军备力量 就他这个玩意呢 放完了之后啊 他还得补充吗 补充不害花钱买吗 我就在想啊 这个人民币又没了 是吧 这个心疼这个钱呢 我不知道给这个台湾当局到底下成什么样啊 反正我是挺心疼这个钱的 是吧 给我心疼够呛 我真的希望这些钱 如果能够用到这个平民百姓身上 或者是说 就是用到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会更好啊 有更多的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 或成绩为病人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些社会的一个问题 民生的一个问题 就能够得以解决了 就放完这个东西 我在想啊 到底能够带来什么呢 现在说这个台湾被封锁了 所有的港口啊 都这个不能够进出了吗 因为咱们大陆的一个军演 那这种军演呢 它势必它也影响这中国的一个经济嘛 因为台湾的港口有的这个 国外的一个船子 是从台湾的港口 再转到上海 我看有这个台湾的媒体是这么报道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这个真的是一个双输的一个局面啊 包括这回 就是厦门的一些航班全部取消了 那正常的这种生活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可以看出啊 这个这次军演确实代价不菲啊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取得这个当局想要的这种结果 我看台湾它岛内这些人的一些 就是一些看法 或者是说这个媒体的相关的一个看法 我没感觉到台湾民众有多么多么的恐慌 其实这个事情在以前啊 也曾经发生过 说1996年也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 当时也是跟台湾有摩擦了 但是没有说这一回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激烈啊 当时可能就整了两个这个演习区 这回不整六个 但是当时的那一回 96年的演习的时间长 好像演习了一个月 完了这一回呢 所以演习三天啊 又假了一天吧 现在 我今天看了有一个推文啊 我也不知道国内发的到底真的假的 反正国内的这个假消息也满天飞啊 所以说就是就三四天的这么个样子吧 这回时间短 但是这个打击的面相对来讲比上回能够多一些啊 那这个事情呢 就简要的跟大家概述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 我我觉得这个战争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那对于这次挑起 这次大陆的这样的激烈反应的这南西佩洛西啊 就是这个南西佩洛西访台这个事情 那美方肯定说了说大陆的是反应过极了 反而调解了四端 并且啊 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啊 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啊 那这个声明一会儿我想跟大家这个聊一聊这个声明 写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咱们看一看这个声明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再看一看咱们国家的这个外交部啊 王毅是如何驳斥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联合声明的 那好这个都涉及主权的一个问题呢 对于这个中国大陆这方呢 肯定认为这个主权的问题是不容许台湾的 或者是做什么怎么样 这些有很多自己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那七国这些发达国家呢 可能也会有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中国的问题是吧 这个确实啊 我认为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内政的一个问题 就中国和台湾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内政的一个问题现在就国际化了 就国际化了 随着中国的这种外交的一个形式 包括你像华春莹啊 或者是说耿耍或者赵立坚的 他们他们的这种交流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出现 那么可以看出这种形式的一个出现 这种交流的一个方式的出现 势必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形象来讲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这种影响我认为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影响 你包括国外记者提问说 中国的互联网怎么怎么样 包括一些问题啊 那这些人啊 就咱们这些外交部的一些发言人员 他都在撒谎 就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在这个大陆生活 我认为他们说的那些东西 也不用我认为了 我觉得我认为撒不撒谎 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对吧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突脑的私自明摆这个东西 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对吧 就大陆的这些问题 那有什么说值得探讨 互联网就是不开放的 就是把油管屏蔽了 把谷歌屏蔽了 把很多的这些好的一些资讯呢 有营养的东西都已经屏蔽掉了 包括舆论 言论自由的这种广控审查呀 这种这些东西 他这一套做法 我跟大家这么说 就包括中国现在的一种言论审查 包括这种所有的一切的这种 亚论自由的一个封杀和抹杀 这都是违背现在这个世界发展的一个主旋律 既然中国要跟这个世界去进行贸易 去进行交流 如果这个主旋律你抓不好这个节奏的话 你非得逆着这个潮流来 那我觉得未来也非常的危险 我觉得未来也非常的危险 那我不知道中国未来去怎么发展 你看现在矛盾就来了 咱们不去评说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 你看危险就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应该是审慎的去看待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不撒谎 我不管军演也好 或者什么什么事情也好 只要不撒谎 我认为这个就是对中国的外交的这些人员 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我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求 对于外交的这些发言人员 只要不撒谎就可以 你看一会儿我给大家念一下 这个王毅博士七国集团外长的这个联合声明也好 或者是这个东西 他说了一些问题 虽然这个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是吧 你看着吧 相对来讲吧 还能够读下去 有的时候你说 比如说华晨宁啊 或者是说这个赵立坚谁 他说的那话 干脆你听完都受不了 是吧 都受不了 然后喝喝一乐 怎么说 偷着乐吧 是吧 偷乐过 咱们中国现在被冠也是偷乐过 幸福去吧 所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不好 像这些语言和用词 所以这些东西我认为是中国近几年这个外交给世界的民主的国家造成的一种 我确实感觉比较害怕 就我自己看着我都毛骨悚了 一个是公然的撒谎 再一个这种傲慢的一个语气 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具有的这种外交的一个素质 这么说吧 中国既然有中国的市的一个民主 中国而且还是礼仪之邦 你 犯不着这样 对吧 我认为其实是犯不着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 我开场我跟大家说一些 这个我今天观看了咱们国家的一个军养的一些感受啊 主要的感受就是费钱啊 费钱 希望河南的那些村镇银行的储户能够把钱取出来 还有那些买到烂尾楼的伙伴们能够把那个烂尾楼啊变成不烂尾 是吧 我希望这样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中国老百姓命的一个问题 要老百姓的命 你像那个导弹的什么那个东西 你台湾的那个问题啊 说实话 他不要老百姓命 这个你说这个东风导弹发不发 中国老百姓能不能活下去 能活下去 他要是不发的话省点钱 如果救济救济百姓 那可能这些百姓都活过来了 但是 跟台湾的问题和自己内部的民省问题 我认为还是民省问题应该是 优于这些这个台湾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台湾的这个 咱把国内的日子过好了 台湾的问题 我认为也能够自然而然的解决了 就看你国内的人 这个笑容都不是特别假 是吧 都说实话 离之吧 哎 那就很好嘛 完了 你看台湾 一看大陆这么欣欣向荣的什么的 哎 也特别民主啊 什么的 那你还觉得两家特别好 那就在一起呗 对吧 就合并到一起 咱们就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这不就很好嘛 以咱们的礼貌啊 礼仪啊 而不是咱们的傲慢 去博得人家 台湾人民的心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对吧 不管台湾现在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但咱们做好自己就行了 因为咱们中华民族 不是礼仪之宝吗 咱们大陆是最要脸的嘛 是吧 就不能啪啪打自己脸的 你像灰烬 自己删自己嘴巴的 就是不能这么干啊 那我以这个简短的方式 就是给大家念一下 本来这个声明也不长啊 七国集团外长就维护这个 台湾海峡两岸的这个和平与稳定的声明 它七个国家啊都有什么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还有美国 七国集团外长 就是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你看看 这几个国家都不好去 是吧 想移民都去不了 完了之后你再看一下 就是支持咱们中国的那个啊 我发到我的这个油管的社区里头了 有谁呢 有什么俄罗斯是吧 白俄罗斯 还有什么啊 白俄罗斯前不久 他那个奥运会那个参赛选手 不直接就变了嘛 是吧 说说回白俄罗斯有危险 完了直接就是当难民了 就去波澜了 好像是啊 你看他白俄罗斯 你瞅他自己国家的奥运会这选手都不愿意跟他这个国家带着 你说他这个国家给烂到什么程度 是吧 借着这个参加日本奥运会的这个几回就走了 然后润走了 祝他在国外啊 完成他自己的体育事业啊 俄罗斯人就发动了这个俄乌战争 你看那个普京那个嘴点 这也不用说了 后来还有什么朝鲜是吧 朝鲜还吃不饱肚子呢 别闹了 还有古巴 古巴现在这个景气啊 各个方面什么的 前不久说 由于粮食的一个问题还大有行 就是这样 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啊 就是杂巴臭什么的啊 那些国家 没一个是 没一个咱们能移民去的 是吧 就是就想移民去的 这这 白给我都不去 都是这种 就你把到早我嫌 我都不愿意去 都是这种国家 到早都不去 那你看这个啊 这这个给钱才能去的国家 咱看一下人家发表了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这个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 这个七国外长 以及欧洲联盟高级代表 重审我们共同的承诺 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台湾海峡两岸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那么我们关切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期 所采取的和宣布的锋芒逼人的举措 尤其是实弹演习和经济 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要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海峡两岸的一个分歧 七国集团成员各自的一个中国的决策 扩如适用和对台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 我们重申我们对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 共同和坚如磐石的承诺 那鼓励各方保持冷静保持克制 那以透明方式行动 以及保持沟通的一个顺畅 以避免沟通渠道的一个顺畅 以避免误解误读和误判 那这个是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等等等等 是吧 完了还有什么日本 英国 美国 这些发达国家联合的一个声明 那这个可以看出 就在现今的世界最发达的这几个国家 这七个国家 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做法 是持负面的一个看法 他是这么认为 他说议员去采访是一个正当的行为 你的这种军事的这种行为 是具有侵略性的 是不应该的 那这个是发达国家的一个看法 那咱们再看一下咱们中国 咱们当局的一个看法 那王毅就开始博士了 说当地时间 2002年8月4号 就是国务委员兼外长 这个王毅在金边出席 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 对七国集团外长发表的这些 涉台的声明 与坚决的一个驳斥 王毅最近吧 就是采访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 说台湾你就抱紧那个美国的大出腿 你看吧 这个王毅也认为台湾抱的是个出腿 而不是细腿是吧 那证明美国还是真的非常有力量 是吧 既然王毅都说是出腿 那就证明美国还是这个世界的老大 要不然不可能是出腿 那王毅表示 台海这个紧张局势的来龙去脉 是一清二楚的 那是非屈指的也是一目了然的 挑起事端的是美国 制造危机的是美国 不断升级紧张局势的仍是美国 美方的公然挑衅造成了 今天的一个造成的恶劣的先例 那如果不予以纠正 不加以反制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还要不要了 那国际法还要不要维护 地区和平如何保证 那王毅强调 七国集团外长的颠倒是非 混淆是非 完了颠倒黑白混淆是天 无端指责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合理合法的这种举措 他们何来的这种权利 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资格 包庇侵权法 完了指责维权法 那岂非多多怪事 那么王毅说 七国集团的错误行径 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一个愤慨 中国和各国的主权和独立 是人民浴血奋战迎来的 那绝不允许再被无端的一个侵害 那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世纪的中国了 那历史不应重演 也绝不会重演 历史总是在重演 而且还非常惊人的相似 我觉得王毅的这句话 和我以前学到的历史不太相同 因为我看 咱们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全球史 对吧 或者看一看咱们这个 不用说非的是中国的近代史 你包括看一看欧洲的 看一看再看看中国的什么 历史总是在重演 而且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相似 非常非常地相似 你像中国的现在的言论自由 那非常的这个治安时期 有什么言论自由 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言论自由 你在国内有言论自由吗 没有 中国的公民有选举权吗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 我从来都没有投过一张票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不想再去聊这个话题了 这个已经是老称常谈的一个话题 但是前提来讲 中国人也从来没有想着过 这种民主的一个生活 所以说呢 可以这么说 历史总是在反复的一个重演 并且非常非常的相似 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看法 你包括这个 看一看过去的这个欧洲 它有这种民主生活以后 相对来讲好了很多 没有民主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就光光打得稀巴烂 是吧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啊 就是民主国家相对来讲 它这个打仗的概率 还是小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国家 都转型成了这种民主的一个国家 有自己的这个这个立法呀 有自己的这个选民的这个 有选民的选票啊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东西 你看现在欧洲多和谐啊 你看美国啊 美国什么北美啊什么的这种 相对来讲发展的都非常的不错嘛 所以说这种民主的一个生活呢 对于维持地区的一个稳定 是相对比较好的 但是你没有民主的地区 那这个就和人家就格格不入了 那这种是理念上的一个差异 包括这种那你想 融入到人家当中 跟人家进行贸易什么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常非常的困难 你包括有 你其实吧 如果假如说这个国家的实力 比较小的话 是吧 你融入到人家 做点生意 卖点这个卖点那个的 你像这个 比如说阿拉伯那边卖石油 是吧 卖点石油什么的 它不构成这种 对于这些发达国家 不构成这种压力 他可能不愿意去 多说这个些什么 或者是说这个 多关注你什么 可能这个排在刺激的 一个位置上 不愿意首先关注 但对于中国来讲 那中国既然是 第二大经济体 这么多人 而且在这个亚洲地区 有这么大的一个分量 不得不说今天的中国 肯定不是当年的那个中国 现在中国的部队 已经捂了到牙齿了 你看上亿的导弹 说放11颗 立马就放11颗 从台湾的这个 台湾岛上空就飞过去了 所以说这种经济的 一个实力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老百姓虽然没有钱 但是当局 非常非常的有钱 是吧 3亿的这个导弹 3亿人民币的导弹 说放11颗 又放11颗 是吧 一成33万 三马 33万 我就没见过四面的样子 是吧 33个亿 我就不算别的 不还有那个实弹 导弹 其他的 说是飞机上面的 还有火炮什么 那都小钱了 是吧 都小钱了 我感觉 包括买那个航母 那些钱 那些东西 我看日本不造航母 过得也挺好的 是吧 为什么非得有那个航母 咱们才能够 怎么怎么样 我不太 我不太理解 王毅说了 说这个 我看看 王毅又说了 这个 王毅表示 说国际社会 理应明确反对 任何挑战 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境 抵制一切对各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 一个侵犯 那地区国家 更应当团结起来 反对霸权 霸权 霸道 在本地区 横行 只有这样呢 才能真正维护好 各自的一个安全 真正维护好 地区的和平稳定 这篇文章 你看他写的 这些东西吧 咱们就是 怎么说呢 咱就 也别看了 刚才我也跟大家 简单的说了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是吧 就个别的历史 什么不会重演 历史永远都是在重演 而且总是惊人的相似 其实在圣经当中 也会说过 圣经说的 说人吧 就是这个人 这种动物 天上不就有原罪吗 好日子 过不了几年 就开始干了 是吧 所以说圣经所说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是吧 就是就好不了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什么一战呢 二战呢 现在 比如说俄乌的 一个战争呢 等等 等等一系列的 这些东西 那有的时候 我也在想啊 说这各国 什么领土 主权完整 那普京啊 普京这回侵犯 乌克兰 是不是侵犯 它的领土的 一个完整 那乌克兰 有这个两个地区啊 说对于他们来讲 是两 算乌克兰的 两个省份嘛 是吧 那个名太长了 我没记住啊 有两个省份 所以宣布要独立 因为什么呢 那个地方呢 大多数人 都是比较亲这个 亲俄罗斯的 亲俄罗斯的 但是在这个 但是在这个 俄罗斯侵略 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那中国是怎么表现的 是吧 这个时候难道你说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主权 就不重要吗 这是不是乌克兰的主权 就就就就就 说独立就独立了 那个地方 只要那个地方的人 认为他自己是俄罗斯人 他就可以独立吗 如果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回过头来 你看今天的这个 台湾的问题 是吧 如果同样的道理 那我 那他就是你 你要假如说 同样的道理 比如台湾人 认为台湾独立了 不行 是吧 这个咱们中国当局不答应 可以 我遵守你的这种游戏规则 或者你的这种想法 但是回过头来 你看乌克兰呢 那乌克兰的那两个城 两个省份 那个地方的人 就说我自己是俄罗斯人 我这地方我要宣布独立 我亲这俄罗斯 我跟俄罗斯好 我要独立 那俄罗斯就承认他独立了 是吧 完了朝鲜也承认他独立了 就是这样 那这个可以吗 我真的不理解啊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 俄乌冲步的过程当中 中国所有的报道 或者是说这种 民间舆论的一个导向 都是在向着这个俄罗斯吧 你包括凤凰卫视去报道 有的人说 凤凰卫视是私人的 一边去啊 不是私人 你看看他们的那个嘴脸 是吧 就跟着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士兵 去侵略乌克兰的一个嘴脸 这不用说了 对吧 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啊 所以说你看在 这明显这是一种双标嘛 我认为这种双标不应该 是吧 如果你认为这个咱们国家的内政 不允许别其他国家改善 那同样 咱们在其他的立场方面 也应该站好对立 你比如说 俄罗斯侵犯乌克兰 这个主权的一个问题 那也应该批评的 是吧 也应该批评的 咱们不一贯的是 各国的这个内政 不允许其他国家改善吗 那可以啊 我也赞同这种观点 咱们的主权问题 咱们的领土完整问题 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但同样 俄罗斯的领土 不是俄罗斯 说错了 乌克兰 同样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也是不容侵犯的 那这个就是 我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些看法 那这个都是 我所看到的这些问题 那确实就是这样 俄罗斯就承认 那两个国家是独立的人 因为乌克兰说 那两个国家是 不是那两个国家 那两个省份是他的 因为乌克兰说 那两个省份是 是他的省份 完了俄罗斯说 承认那两个是国家 而且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都没有承认的那些国家 除了北朝鲜 是吧 那混不定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那你说在这个问题上 为什么要导向俄罗斯一边 这都是 这都是咱们 你只 中国人啊 咱就不管是战狼和粉红 他们也这么看的 这只要不瞎的 都是在这么看 你包括这个战狼和粉红 我看有的人还说 要把台湾变成下一个香港 什么叫变成下一个香港 这种言论太恐怖了 香港不是还是一国两制吗 对吧 还是非常的心情向荣的吗 为什么你说要把它变成香港 这就是粉红的一个言论 就看完恐怖多了 那像这种言论 你在中国大陆的媒体 你可以看到很多吗 所以说那这些东西 如果啊 就像当局所说的 你比如说你发表什么 点不当言论 就被这个 拘留也好啊 或者是说怎么样也好 那这些人发表的这些言论 他是不是也触发了 这种咱们国家的一个底线呢 因为什么 因为他否定了 咱们国家的一国两制的 基本的 对于香港的一个态度 他否认了这个一点 你就像我吧 我作为一个非常客观的 生活在这个墙内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 我都不敢像这个粉红去那么说 是吧 我这么客观 我就算有心理 有实话 我想去说 我都得毕业下去 是吧 因为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随时都可以捏死我 但是粉红可以随便的去乱说 是吧 我没见当局去捏他们 他们可以随便的去说 所以说今天我依然认为啊 这个香港 它还是属于这个 一国两制 只不过说呢 这个香港的这个 基本法里头 这个给加了点佐料嘛 对吧 国外法 但是不还叫一和两制吗 叫法是还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那可能跟之前的一国两制 有一定的一个不同 这个差异是在的 这绝对是差异 因为你加法律了 加法律就要约束 法律是约束民众的 就是约束这个香港民众 所以说肯定跟原来不同 你要说相同 这也是属于纯束扯淡 为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法律 你新制定的法律 就是要约束民众吗 难道你是约束自己的吗 是吧 如果要约束自己的话 应该官员财产公开 是吧 财政这种支出 明细公开 或者是包括这些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些事情 你包括国宴的宴请啊 这些都应该透明 是吧 一瓶茅台多钱 是吧 都应该白纸黑纸的写下来 所以这些东西 我也就不说了 大家就可以去对比一下 就可以了 再有一个 我也特别好奇 如果真的像这个 咱们王毅所说的 说这七国啊 都是这种 特别不好的 是吧 特别不好 完了把这七国 那比喻新八国联军 但不够八国 那再找哪个国家去凑呢 是吧 再一个当年 那八国联军支出 也来也是咱们这个 有一部分原言啊 你看历史上来讲 是当时拙的 是吧 当时这个 这个清政府拙的 那这个咱们就不聊了 所以说 如果你说 非得把这比喻成 什么新八国联军的话 那你 我觉得 我觉得国内的 这部分人 是吧 这个部分 赵兰和粉红 是在侮辱当局 是吧 因为当年 是当时的 那个政府做的 那你现在是不是说 这个新八国联军 是咱们政府做的吗 那你这么说 也不好 是吧 我发现粉红一点 对历史支持 一点起码的 一个了解都不对 我并不像 粉红那么认为 我并不认为 粉红说的是正确 包括粉红 对于香港的态度 对于什么 新八国联军的态度 我都是此否定意见 对吧 我认为 他们说的不对 这一切的一切 我希望还是 本着和平和友好的 一个态度 去解决 如果中国真的 这个老百姓富强了 那我想啊 就是台湾人 是吧 他也愿意 跟大陆人亲近 如果中国当局说的是 真的你这个全过程民主 是非常非常好的 为什么我没有言论自由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选票 是吧 我没有选票 我不太理解 让我选人 那代表的时候 那个人我都不认识 就让我去画条 给我三个名单 是吧 让我跟里头条 而且连我 就是什么手续都没有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小单 完了我去画条 那这种方式 也太容易作弊了吧 我看人美国 或者其他民主国家 人家都有一个投票箱 投里头 是吧 咱们就是一个小单 就在人家 别人的眼皮的底下 画条 那这也太不保密了 对吧 他凭什么知道 我投的是谁呢 就那个街道局委会的 那些人 为什么知道 我投的是谁 按理说 应该有一个投票箱 是吧 我投完了 有一个投票箱 我写完了之后 投下我 庄严神圣的一票 为什么光天化日 就跟那 像小孩操作 一样一样 去那画条 你看我这难道 就是全过程 民主的民主吗 就像当年啊 咱们这个国家的 国务院总理啊 这个朱镕基 朱镕基当时说什么 说如果台湾的领导人 就是想来大陆选 也可以 如果选上了 他也可以 就是 统治咱们这个中国嘛 对吧 咱们都可以公平的去竞争 朱镕基当年说过这个话 说过这个话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 说因为当时台湾 不已经实践这种 这个民主化了吗 我还是朱镕基 就这么说的 那其实我认为 这个方法挺好啊 那我就借这个 老一辈的共产党员 朱镕基 同志的一句话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如果大陆也实行这种台湾的这种投票的一个方式 那我想台湾会不会答应说 啊 统一呢 是吧 和平的统一 在一起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什么呢 因为蔡英文 他属于作为这个台湾这个人民选的这个政府嘛 蔡英文政府 那他肯定在台湾地区有他自己的一个影响力嘛 那台湾这个地区投的票 肯定还是 对他来讲 并不是说影响特别大 或者说对于国民党啊 什么这个民进党 或者说或者是像那个 那个柯文哲那个党 是吧 民众党 对他们来讲 我认为影响不大 因为咱们这个大陆这边人也不会去台湾那边 就都呼呼呼 都移到他那边住 完了之后去他那边投票 是吧 左右他们当地的这个这个选举 我 我估计不至于是吧 还是各地方选各地方的 就像台湾一样 那我认为这个 对于他们来讲 我认为也是很好接受的 也不侵犯他们的这个政治利益 是吧 并且那个形式也都是一样的 对于他们来讲 还还还很 很怎么说呢 就是 很这个 很驾行就赎的是吧 这种方式 你说他们台湾当局会不会同意呢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啊 当然他们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 会不会马上就答应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沟通 但我认为这种沟通的一个方式 会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简单 是吧 就是起码沟通的相对来讲 能够简单一些 顺畅一些 因为制度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可能在法律方面 各个方面 同性链的相关的议题方面 有一些些许的一个不同 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是 互相去怎么协调 是吧 只要这个选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制度要是一样的话 那相对来讲就 就会亲近很多 或者是说 到时候再弄一部什么 什么相关的一些 条例也好 法律也好 咱们就改进一下 不有那个什么立法院也好 或者是说咱们这个 就是立法的机构嘛 咱们叫人大常委会嘛 也可以的 那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一种选择的一个方式 我认为也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们两个这个价值观的各个方面都一致的话 那会非常非常的这个顺畅 而且和平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民众的一个选票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对于 我就 其他的我也不想说了 我只不说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因为世界的都在这个前进嘛 所以说什么东西都在改革 那这个算不算一种改革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我认为也是 我只不说是一个提意见的 我完全是一个提意见的 当然了当局就是不采纳的话也无所谓啊 这我人为言请嘛 但是只是想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个诉求 你哪怕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人民代表 就选人大代表 选屈人大代表 你别给我整了一个一张纸 是吧 一张那个破破烂烂的纸 让我去画条 我还在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我还在选那个 连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个材料 都不需要 就那么的 你说你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监管 扫那个二维码 都得实名字 都得刷个身份证什么的 完了你投票 选人大代表 这么神圣的一个事情 你不需要相关的这些操作 是吧 这些操作 而且你说那个选票上面没有防伪 那造假了 所以说你这个 这个我真的不太 我不管咱们这个教法 比如立法机构 是什么人大常委 或者这个教法 其实都无所谓 我认为 你说台湾 他现在叫这什么立法院也好的 咱们叫什么人大 这个把人民代表大会也好 怎么怎么样 无所谓 叫法 他看他的功能 你像那英国叫什么上议院 下议院 是吧 完了这个 俄罗斯叫什么杜马 有很多的这个词汇嘛 是吧 怎么叫 怎么叫 但你看俄罗斯 那个杜马什么呀 是吧 这吸烂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还是真的应该是 真的应该是 就是你 你真的能够代表 你的民众的一个民意 这样的这个机构 才有他的这个价值 或者是说意义 那今天的视频 我就做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